你 什么情况 我去问问 你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呀 太不像话了吧 他怎么不像话了 他背叛你 你看我像伤心的样子吗 你就装扮你 信不信有你吧 走 回家 回了家以后 跟谁都不许说这件事 尤其是娜娜 听到没 姐 你觉得我能管得出 我这张嘴吗 呃 憋死了你也给我憋住 我听见没 不许散吧啊 走 回家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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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满意老师 不舍得的话 咱们去喝一杯啊 你别去了 你又不会喝酒 快回去吧 拜拜 拜拜 路上小心啊 拜拜 走吧 走啦 说呗 怎么做到的 行啊 你小丫头骗子 嘴上一套行动一套啊 神速啊 说说说说 开车 你不说我就不开 怎么了 你跟我还要保密啊 你在这儿我跟你绝交了啊 你是在自己偷偷地发春吗 共享共享 你说 他这个人太害羞了 害羞男 好啊 为你下手走啊 我跟你说 你没听说过吗 这害羞的男人体贴 有智慧又勇敢还害羞 极品啊 而且这害羞的男人 是所有女人进攻的目标 不宜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跟你绝配 我太丢人了 我第一次这么主动 我都有点犯罪感了 得了吧你 人的行为呢 是潜在内心的外在表现 你所做的 其实就是你所想的 你不是说 生活需要冲动吗 怎么样 这冲动的果实还不错吧 那就快别撑着了 笑吧 大笑吧 得意的狂笑吧 行吧 你赶快开车吧 回来了 满意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月月跟楠楠呢 谁 不是 孩子傻了呀 玩得怎么样 开不开心 开心 可开心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去洗澡了 你急什么呀 怎么样 怎么样 你都说话呀 此书是 此事不宜在客厅谈 那咱们去书房说去 说什么呀 晚上再说 等我相合我再告诉你 书房接吧 说什么呢 我知道 土豆炖牛腩不加蒜 好嘞 对 股杂算了 好 好 回 回 回 当你男人是跑堂的呢 还点菜 妈 我错了还不行吗 行了 老太太 快坐下吧 老太太 我跟你开玩笑呢 该点呢 还得点啊 你看他 让他整家里这点事 给他美的 就是 就这一做饭 媳妇啊 你能把这头酱驴给降服了 我还真打心眼里佩服你 行 他只要不去抓对饭 你就是天天地让他 上天给你摘猩猩去 妈都乐意 妈 妈 您可别谦虚了啊 这都是您的功劳 要不是您一句话 他能提前退休吗 是哈 那金工章 你一半 我一半 别见 都给您 行 拿来 行了吧您 老太太爷 您别为老不尊了 您让老这么下去的话 像个小孩似的 您说话 那就没人听了 就你一个人听就够了 行 想说什么呀 我卡上没钱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烦了你了 有你这样的媳妇啊 虐待婆婆 你以为你是律师 我就不敢告你啊 您告我什么呀 我 我告你 不善养老人 还定嘴 行了 快 给我倒水去 不 您告诉我要多少啊 下了 我自己倒去吧 现在这媳妇儿哦 您就别演戏了 行不行啊 老太太 真行 行了 赶紧给我收个数吧 给我考虑 考虑 不是 您抢一行呢 小弟儿是 让他们听见 他们听见怎么了 他们听见 该有意见了 你说一小老太太 要这么多钱 人家能够起疑心呢 妈 您就不担心 我起疑心了 也担心 说吧 您一小老太太 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有点事 其实吧 我就是心里不踏实 那手里握着点钱 那 那不睡觉 也安心嘛 其实我 我是想给盛楠攒点 我是想给盛楠攒点 我 我担心一旦我 妈 什么都别说了 我给 行 媳妇儿 我知道你好心眼 我不就是岁数大了吗 我 我看盛楠一个人 孤孤零零的 我要是走了 也安心 妈 不说了 妈 你担什么心啊 这不上哪儿还有我的吗 是吧 再说了 这家撒孩子 家里的财产那都是平均的 我谁也不会骗他的 你要相信我 行 媳妇儿 要你这计划我就放心了 那得了 那钱我也不要了 就放你这儿 我放心 得了吧你 你放心吧 等我上班了 我就给你打卡上了 就你 不给你钱 你睡得着啊你 这小老太子 跟个小孩似的 不给钱还哭 别哭了 别哭了 哥 又看苦情戏呢 可不是吗 你说现在这电视剧啊 净胡编乱造的 不看了不看了 媳妇儿关了吧 不不看了 咱吃饭去 那个姚空气呢 娜娜 这电视开了吗 还有没有菜啊 汤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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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 吃饭了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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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这菜啊 对 满意 怎么了 别碰我啊 别靠我那么紧 哥 满意的意思 谢谢 让你挨着我坐 可不是吗 这媳妇多好啊 还是媳妇对我好啊 最体贴你的 就是你媳妇了 可不是 行了啊 你就别一口一个媳妇 叫着了 人家娜娜以后 还要嫁人呢 对呀 你在什么叫 我还怎么嫁人啊 嫁什么人 嫁什么人啊 哪儿也别去啊 奶奶养着你 来 今儿奶奶家口 肉也给你吃 快 满意 满意 奶奶 我不吃肉 我怕胖 我吃 我不怕 吃肉 太好吃了 这丫头 这丫头 妈 行了 行了 你坐着吧 别因为一个人 扫了大家吃饭的兴 吃饭吧 这丫头怎么了 你还想不想要钱了 都吃饭 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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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饭 吃饭 你吃饭 您律师啊 听说你一来 就做了一个漂亮的案子 偶然也有运气的成分 你可真谦虚啊 王妈 可以起菜了 莉莉啊 老王啊 上午送来了一只活甲鱼 而且还是野生的 我就让王妈给炖了 正好你律师爷来了 莉莉啊 你看你这脸色 最近要好好调理调理啊 你说你总是上网 别熬夜了 对皮肤不好 谢谢妈 我知道了 阿姨 我都羡慕莉莉 有你这么好的婆婆 真好 那你也早点结婚啊 然后找一个像我妈 这么好的婆婆 你以为天底下的婆婆 每一个都对儿媳妇这么好啊 你是钱是积德 你得好好谢谢婆婆 哪里呀 对莉莉好呢 就是对我儿子好 对我儿子好呢 就是对我自己好 你们说对我自己好 还用谢吗 阿姨 您太善解人意了 您刚才这番话 又有学问又有哲理 学习了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你 这么盯着我干吗 说 那个女人是谁 哪个女人啊 别折着盖着的啊 车上 码头那个 搂着你又说又笑的女人 谁啊 赶紧照 你都看见了 你 你怎么看见的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哥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对整个家庭的背叛 整个家庭 知道吗 玉玉玉 你严重啊 我怎么背叛了我背叛谁了 我说你 你 你怎么了你 你什么时候学会后颜无耻了 你 你别着急 你慢 你坐下来慢慢说 行 我慢慢说 我心平气和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你懂爱情吗 不懂吧 你 满意 今年二十六岁 大学六年 有人追 但被你拒绝 尚无恋爱史 目前单身 我问你啊 为什么拒绝追求你的女生啊 我没有拒绝呀 那个叫什么来着 琳娜 琳娜 琳琳娜 好 你管她什么那呢 我问你呢 为什么拒绝她呀 不为什么 我不爱她 为吗 那您为什么不爱她呀 她是不漂亮 不温柔 不美丽 不女人 还是不喜欢你 都不是 好 我就给你出个选择题 一 你不懂爱情 二 你心里有人了 没有三啊 没有 你是不是强盗逻辑嘛 我给你补充一下啊 三 我不爱她 哥 你都没有谈过恋爱 你懂爱情吗 我不懂 不过 我现在懂啊 得了吧 你说你这才回来几天呀 你不要图一时痛快 去跟别人谈一场 貌似恋爱的恋爱 你知道吗 你这种恋爱是没有结果的 不但没有结果 你还深深地伤害了一个 深爱着你的人 等你发现的时候啊 不是每个某人回首 灯火蓝山处 都有人趁着脖子 死七八烈地等着你 到时候啊 你将后悔莫及 哥 你应该给盛楠一个机会 你看你这回来 还不到一个星期 就放弃了一个 对你有十五年感情的人 和一个什么都不了解的 女人搂在一起 你不觉得你这有些不自爱吗 哥 我从不相信什么初恋 更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 真的 你都是没有结果的恋爱 伤了别人 害了自己 除非你们结了婚 否则 哥 我告诉你啊 盛楠是不会放弃你的 月月 你言重啊 我跟盛楠真没那方面感情 盛楠对我言不住 哥 哥 我觉得你也别在这儿 瞎谈恋爱 瞎耽误功夫了 好好想想 不许让盛楠干等着了 给你 洛楠 看 还能干吗 拿护股本干吗呢 这不是馬夷回来以后 还没把护股签过来吗 哪能让我把这事给办了 真是啊 他们俩和我还在那边呢 对啊 那你联系好没有 打过电话了 下午我就带乱姨一块儿过去 可你也真是的 你说这种事 你联系好了 让乱姨自个儿办就行了 她又不是孩子了 你别说还真实啊 儿子 说走走走就走 来 过来 拿着 什么呀 户口 你一下午去一趟派出所 把你奶奶和你的户口 我都劝过来 行了 行了 甭管了这事 赶紧休息去吧 我跟儿子好好聊聊 快去 行 好好聊聊 张总 来来来 快坐着 怎么了你这事 确热个脸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没人欺负我 我就是有点 纠结 怎么了 来 跟妈说说 看老徐能不能为你 你朋友解难 快说 好美啊 是啊 太辽阔了 这开心的时候啊 看看海 就释怀了 更开心了 我看你是着魔了吗你 离恋爱整个人都变了 还释怀 释你个头啊 我看你是想投怀吧 去你的 一点真经都没有 我跟你说呀 现在坐在这个位置的呢 就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你那个库带熊 有没有 两个人 帮船 海欧 静悄悄的海面 远离城市的喧嚣 甜蜜的二人世界 想想都浪漫 你想想 秘不秘啊 就你这样急急扎扎的 还浪漫呢 信不信我把你扔到海里去 你别重色亲友啊 我要是重色亲友 我能大礼拜天 给你漂在海里吗 你那是自尊心态强 要不然你早就给他打电话了 说得对 你说我刚跟他分开 就给他打电话 合适吗 那就要看你想不想了 想就打 不想就不打 我猜猜啊 你这个顾黛雄 你要是不主动打电话给他 他就是想死 你也不会主动拿给你的 信不信 我信 有道理 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他有时候啊 笨笨的 你说什么他都要反应老半天 你说这个人到底是傻呢 还是笨呢 你还是不了解男人 你觉得加州大学生学历 烟台大学老师 很多篇学术论文 你说这个人是傻呢 还是笨呢 我告诉你 有些人呢智商很高 但情商却很低 顾黛雄就属于这种 另外 他一直在国外 没有经过这个社会世俗的洗礼 特别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得到教育 我们平时胡走八成惯了 你以为他能听得懂啊 你呀 有些人意意 launch 穿到了一块领芋 你知道吗 我还 sarcasm一个宝贝呢 山登 那你说我这个宝贝 如果总是害羞 不给我打电话 我是不是得教教她呀 你要相信你的直觉 他喜欢你就行了 我估计这些干吗 谁打给谁不一样啊 相信我 他绝不是小心眼故意撑着 等着你打电话给他 我猜啊 他就是不知道打给你 该说些什么 你跟他肚子里的蛔虫似的 不 本尊越南无数 这是我的男人学别类 你越过多少男人啊 我不告诉你 说 你不说 我就把你给吹下去 你敢 来 左转道 压右旋 父母都见了 儿子行啊你啊 够快的你 我也不知道 就这么虚虑糊涂的好了 是 你跟他说咱俩的关系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 不用刻意说 没事 不如你当时怎么没跟人说呢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必要 必须跟他说 也 也不是必须要跟他说 没事 没事 回头啊 我找机会 我跟他说就行了 真喜欢人家吗 时间虽然短 但是我可以断定 我爱上他了 可是 怎么了 大家都希望我给盛楠一个机会 可是我跟盛楠就是那种兄妹关系 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妈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你明白吗 行了 行了 提马跟你说啊 这个呢 害一个人就要彻底 你千万不要想那么多 有妈帮你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听见没有 好好对人家啊 知道 你看今天这天 风和日丽的 有没有约人家出去啊 我想来着 就 我也不知道该跟人说什么 什么也不用说 说什么都有用 你这孩子真是的 怎么着啊 想让女孩子主动约你还是怎么着啊 快快快快 打电话呀 喂 干嘛呢 你该不会 真等着她打给你吧 看来是等不到了 你说 她喜欢我就不能 那是奇迹 你要相信你的直觉 你爱她 她也爱你 她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男孩子 你刚把她送下车 你就会收到她的信息 宝贝 我开始想你了 是 她今天是想你了 等以后呢 当你想她了 她又开始想别人了 我还梦想着有朝一日 我喜欢的男生 能手捧百合花来到我的眼前 看来是没戏了 梦想和现实都是有差距的 你说如果有一天 你的布袋熊真的手捧一束 你最爱的百合花出现在你面前 你会怎么样 那我就嫁给她 完了 以我的经验啊 这孩子离这方面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去 这人啊还真是没有十存十美的 奇迹来了 你看 妈她约我出去了 真的 那我去了啊 你看点啊 你这孩子一看就是那种 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人 是 是 妈 护口板拿着 顺路到派出所把这事给办了 好 找余所就行了 听到没有 不会耽误你约会的 回来 这孩子那么 你瞧你这晃晃晃晃晃的一件 我 就你这个性 那你好怎么会喜欢上你呢 妈就这么一说啊 做好自己就行了 赶紧去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去我去我去 回来 在路口啊 有一花店 有一种花 就百合 我知道了 她喜欢百合 行了赶紧走吧 我不能透露太多了啊 谢谢妈 行了快走吧 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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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怎么了 你是不喜欢啊 还是 不喜欢啊 你许 喜欢 我再也不想 迷离去 我们的这次相遇 拥抱你在怀里 我会让你铭记 前世与你厮守到老 见识在不分离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这样的花啊 我妈告诉我的 谁姓啊 好 那我不问你了 其实你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有心就好 对了 你要去哪儿 我去二马路派出所落户口 哦 了解 我 我昨天也刚把户口 从学校里面转出来 明天也要去落户 不过我在临海所 临海 离我家很近啊 真的啊 那你希望我住得 迷离很近吗 嗯 嗯 当然 迷迷离航 那要多近啊 就是 像咱们俩这么近 这是不是太近了 这根本就不是 一栋楼的距离 而是一张床的距离 我 我 我不是那意思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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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就好 其实我也不反对这个距离 你 你 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是说 我觉得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误会 开车吧 别慌 红的 喂 喂 怎么了 非得让我去吗 好 我马上 怎么了 嗯 能不能送我一趟 当然了 去哪儿 有一个朋友 他需要我 那边就是老年活动中心 嗯 好看吗 环境特别好 嗯 那边是一片森林 有的时候可以搞一些 户外运动 安逸啊 好漂亮车啊这 嗯 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 这是倪律师 好 祝贺 我发现了 我叫祝贺 然后满意的死党见妹夫 哦 是吗 你好 你好 嗯 怎么个情况 这谁啊 他 他怎么回头给你解释 小花姐呢 在等你呢 哎 要不这样 那个我先去看看小花姐 然后呢我让祝贺 带你再周围转一转 嗯 去吧 嗯 嗯 好 走了啊 小花姐是谁啊 小花姐 小花姐 是一个孤寡老太太 三十年前 丈夫因为车祸去世了 老太太受了刺激 精神有些恍惚 加上后来的小脑萎缩 现在就能记住三十年前 和十分钟之前的事了 她丈夫临走的那天 给她留了一封信 说过几天回来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不过 老太太的记忆丧失 让她觉得每天都是新的 所以这封信 每次都会觉得 是她自己丈夫 刚留下来的 她就会让她的弟弟 给她补 后来她弟弟也去世了 我们就成了她的弟弟 她最喜欢的弟弟 还是满意 也奇了怪了 她就能记住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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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啦 饿不饿啊 我不饿 小弟啊 你到哪里去玩了 没到马路上吧 那里车多 你千万不要去 知道吗 不去 小弟啊 你是不是饿了 姐做饭给你吃吧 姐 我不饿 对了 姐夫是不是给你留下一封信啊 是啊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 你拿过来 帮我念念 小华 我要出差六天 去洛阳送货 你没起得太早 没抢醒你 我给你做了早饭 放在锅里 你 要是饿了 自己热热就可以吃了 你要是觉得孤独 可以叫小弟过来陪你 你放心 我路上会小心的 天气凉 小弟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饿了 天气凉 出门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多穿衣服 我走的时候给你柜子里 留了二百块钱 里面一些衣服 你帮我整理一下 拿出去晒一晒 我很快回来 妈 想你的礼物 小弟 你是不是想你姐夫了 不着急 下个礼拜不就回来了吗 姐做饭给你吃吧 你们在这儿坐了多久了 你们在这儿坐了多久了 十年了 这儿跟我们家一样 满意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把衣服凉 初恒 那衣服不是干的吗 这些衣服常年都是如此 晒完了叠起来 然后再晒干 小花姐每天 只做这一件事情 谢谢 谁呀 这是他 我女朋友 我妈有事先走了 这些衣服你就拿去洗洗吧 拜拜 在想什么 没有 我是担心 对不起啊 我自己的事情还推令你来 你这么说我可就生气了 你做的事情让我很感动 没想到你这么有爱心 我是说你善良 不是 我小时候淘气 家里住得又近 就经常过来玩 帮忙干点活 随便蹭点吃的 刚开始还没什么感觉 可后来时间长了 就越来越有感情了 怎么什么事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那么轻松啊 是真的 真的很想多了解了解你 又感觉 那么地了解你 是那种 认识很多年的感觉吗 嗯 我对你也有这种感觉 真的啊 我真的相信缘分 天哪 嗯 终于办完了啊 是啊 真好 嗯 哎 我们去那边吃点东西吧 走 看什么呢 你说 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奇妙 走进去的时候 还是两个人 从这个门里出来 世界对他们来说 意义就不同了 就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他们真的好幸福啊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 能和你一起进去 上路 没关系 会更容易 没关系 没关系 能不能 啊 快啊 哇 disability н 来 喂 谁这是 我女朋友 我们还有事 先走了 这些衣服 你就拿去洗洗吧 喂喂 终于办完了 是啊 真好 你去那边吃点东西吧 走 看什么呢 你说这个世界 是不是很奇妙 你去那边吃点东西吧 走进去的时候 还是两个人 从这个门里出来 世界对他们来说 意义就不同了 就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他们真的好幸福啊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 能和你一起进去 好 啊 啊 你怎么了 满意 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好 那我后出去了 吻我 啊 我渴望过的平凡 生活平平淡淡 心烂与身边 你真的会爱我一辈子吗 我 我会爱你一辈子 择日不如撞日 走 每天重复我不会烦 因为爱要最简单 总害怕相处很难 灯 其实很简单 灯 灯 别开歪了 开结实点 没有爱情相关 相爱没有那么难 其实很简单 爱与事业无关 这心情无患 只要彼此认错是生命力 走到最后的另一半 我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怎么了 林律师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叫我什么 老婆 老婆 对呀 你应该叫我 老公吗 我还不习惯 我叫你 我都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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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一声不行吧 我不叫 不叫 你看 家人都盖上了 你叫我一声吧 我不习惯 我不叫 老公 你怎么了 老公 不是上天安排是故意 我们曾有过相遇 相隔轮回也在这里 老婆 你是否激起 再也不会 放开你 我们的 这次相遇 请问你的脸 我会让你想起 我的模样 我的呼吸 再也不想 你离去 我们的 这次相遇 拥抱你在怀里 我会让你铭记 且是与你 厮守到老 即使在不分离 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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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奶奶 干什么呢 行了 别准备了 你结婚都是我给准备的 怎么了 你哥我就不能给准备了 对了奶奶 咱们的计划提前发 提前 什么时候 就今晚 今晚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急啊 夜长这么多 是咱呢 睡着呢 行了 别管它 咱呀一会儿把那个房间 拾到拾到 搞点什么情调 酒呢 别老惦记我那瓶酒 不是给你喝的 我知道 我尝尝 不行 撞着胆 不行 你妈呢 去单位了 你爸呢 买菜去了 喝水水屋里没人 除了睡着的盛男 就咱俩 你这孩子 搞那么神神秘秘 干嘛这屋里又没人 害得我老太太半天 没敢喘大气 奶奶 我也紧张 奶奶 我可算体会到一个 做地下工作者的难处了 嗯 你呀 一准就是那普质高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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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什么 就是叛徒 这 怎么能成叛徒呢 走吧 走 我拿这个 我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了 摸摸我的手 你还是都没知觉了 不过 你的手 好弱啊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我听到了 我和你一样 你是手麻了 我 你是心麻了 你不会有心脏病吧 我没有心脏病 放心吧 就算你有什么先天疾病 也都晚了 张都改了 我从小到大 就捧着一本《皇帝内经》 我爷爷是一个老中医 懂得养生 我从小就生活很有规律 我学完经济学 又选修中国哲学 我还喜欢道家的思想 我喜欢钻研这些 儒家 道家 没想到你还挺会养生的 不得我教你 不用了 我才不要像个乌龟似的 活个两千年 我受不了 人活不了两千年 人要认真的活 努力地活 两百年没有问题 我在开玩笑 你别那么认真好吗 我也没认真 我就是想 挽回一下气氛 我开个玩笑 你怎么弄得跟真事似的 我们俩今天 是不是干了一件 惊天地 气鬼神的事 那你怎么看起来 没我这么紧张呢 你不是紧张 你不是紧张 我是幸福的 来得太突然了 我感觉像被什么 动换的一下 撞了一下 是车祸吗 不是车祸 我说的 其实我真的很紧张 你知道我是个律师 我的生活格言就是 工作要严谨 生活要冲动 叔叔这么说 可是一直以来 你知道我很俗心 所以那种被动的小事 不经常发生 可是主动去冲动做的事 我一件都没做过 这是第一次 真的 天哪 我 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 我都还不了解你 你是谁 你有什么好习惯坏习惯 你 你爸妈是干什么的 你家族有什么病事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 我 这 我的妈呀 你 你怎么了 我好乱 我的身体好像在飞 没招没落的 前方眼无边无际 我不知道 我从哪儿来 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老婆 老婆 你不会后悔了吧 别呀 咱俩章都盖了 不行 报警我 对了 你还没跟我求婚呢 对呀 我还没求婚呢 要不 我现在就 不用了 婚都已经结了 还求什么求 我 要说遗憾 这一点 我有点失落 我一直梦想着 我的白马王子 能给我一个浪漫万千的求婚 可是 就这么糊里糊涂 你别说了 就让我 跟你求一次吧 不用了 你报警吗 不用接 我不接 我 不会是找你有急事吧 不会 要不然你还是接了吧 别耽误你的事 不会耽误我的事 没有什么 比我现在抱着你更重要的 其实 其实 是你的电话在响 你 我不想被打扰了 我也不想被打扰了 因为你丢了 一定是你 好 这毛病人 很丰富 一个人 会劝力的 这种东西 这个死丫头 说好了 接本人就来接我的 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电话也不接 奶奶 你买的这个枕头 它太大了吧 可真不好装 买盘装 急什么 奶奶 你过来装个忙 就说我 重套 来 我说重套 重奖 截 月头 月头 你 您 您 您们这是 你回来了 正好啊 今天晚上啊 那个 不对 今天呢 是给这个满意搬新居 晚上呢咱们 大伙一块给他温锅 对不 月儿 对对对 搬新家嘛 这是个规矩 一起吃个饭 新家才吉祥嘛 用得着你跟我解释嘛 我是问啊 这满意不是有地儿住吗 干吗要搬新家呀 那盛南不是没地方住吗 不是 你到底是给满意温锅 还是给盛南温锅呀 关着吗 做你的饭去 啰嗦 给谁温锅不行 行行行 都行都行都行 就只是温锅没别的吗 没别的 走走走走走 去 去 去 好好好 做饭去 月儿 快点啊 楠楠 咱们不就扔个锅吗 害怕什么呀 我心里能不害怕吗 我这心里 不是有鬼吗 有鬼 快点 好 你还好吗 你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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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吗 我吃了吗 四丫头 都快被晒成肝了 喂 你们好意思回来 去去去 二人试见去吧 别管我 喂 韩秀 我说你们两个点太不要脸了吧 把我再放这儿当咸鱼糕了吗 帅死我了 喂 你们瞪着我干什么呀 喂 宝贝 你 坐稳了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可千万别激动 什么呀 你不还是小孩子吗 这种东西也能造假啊 这 有意思吗 不是 你不还是小孩子吗 这种东西也能造假啊 这 有意思吗 不是 今晚问我 你不吓得直哥你不败臭吗你 好了 这还没吓死你呢 我就活活被你打死了 行了行了不哭了啊 看这妆都涂花了 难看死了 天哪 竟然结婚了 宝贝 我太开心了 真的 姐夫啊 你是怎么把我姐骗到手的呀 没有没有 我没骗她 我俩是自愿的 我还没说你呢 我让你冲动 也没让你这么冲动啊 你这刚走 刚走一会儿 转身领了个赵回来 你想吓死谁啊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嘛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 我倒是想担心啊 可 这还来得及吗 是她向你求的婚 没 我们俩进门前 谁也没说一句话 她没向你求婚 你就敢嫁给她 莉莉 实际情况的一部分是 我拉她进去的 姐夫 那你岂不是被驱打成婚的 我心甘情愿 我心甘情愿 真的 这也是她逼你说的 没有 我 我真爱她 我特别爱 对 那你会爱她一辈子吗 无论生老病死 会 我会爱她一辈子 无论生老病死 得 我成神父了 阿们 我怎么还想哭啊 对了 还有一个人 我也要第一时间告诉她 温哥 最后知已不在酒吧 对呀 这分明就是鸿门宴哪 行行行行 鸿哥你也别管了 让他们折腾去吧 越接近主题越好 让两孩子自己去面对 行 行行行 你儿子呀 你儿子恋爱了 对呀 这事先保密 千万不能说 听见没有 不过好像月月这孩子 发现点什么 对对对 先保密是在捕不住了再说 行行行 那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浑哥 保持戒备 千万不能让他们出口 对呀 你办事我放心 行来行来 那一会儿见啊 拜拜 你才跟他分开半个小时 就跟他说你结婚了 浑哥会不会被吓晕过去啊 我通通猜到他什么反应 我答应过他 只要我结婚了 第一时间就告诉他 那你先走吧 你先走吧 你先走 你先走吧 阿姨啊 别腻腻歪歪的了 受不了了我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 那你走吧 我突然不敢让你离开 我怕我一松手 就像一场梦一样 我硬有点 晚上见 走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太丢人了 快滚回来吧 我走了 啊 嗯 哎呀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